這個包你不買一定會後悔 可以保證越用越漂亮 歡迎回來凱文小的妹大家好 我是Kevin 喜歡包包的人一定要注意這一集喔 我要來介紹包包了 因為疫情的關係 我想很多人你沒有辦法 好好的像品嘗一樣 在商場裡面在百貨裡面逛街 這一次呢一樣非常感謝 我身旁的這一些品牌們的大力支持 我現場應該90%都是櫃上的正貨 小幫手們呢都是戴著手套 像在這個精品店裡面工作的人員一樣 都很小心的把它陳列啦 或者是拆封 為的就是你們 所以呢還是以那句話 我們要非常小心的對待這些包 好那麼因為品牌非常熱情 提供非常多的包款 所以呢我把它分成兩集來介紹 首先我們先從哪包款開始呢 Gucci Gucci他就是一個把復刻進行到底的一個品牌 從不同年代的這種復古元素 融合成一個Gucci style 在Gucci裡面你會看到不同年代的復古 而且呢Gucci他現在想要做的是 不分季度不分年份 就是你走到他的店裡 他讓你所有的東西 所有的衣服都可以混搭混穿 在這一季 Gucci要帶給大家的復古復刻 就是竹節包 竹節包顧名思義就是把守這個地方 是由竹子所製成的 第一款的竹節包是在1947年的時候誕生 在二次世界大戰的時候原料短缺 皮革都被徵召去做軍用了 原本做皮件的品牌 他們就要賞很多的替代品 竹子就是當時的 Gucci的創辦人的兒子 Eldo Eldo Gucci去旅行的時候呢 買了一個類似就是在度假的 島嶼上面買到的一個竹編包 那麼他們就發現這個竹編其實 樣子非常好看 就開始做了這個竹節的把守 每一個竹節的把守都要經過十幾道的工序 而且這個竹節包呢 它是有專利的 今年這個設計師把竹節包拿回來 做成了這一季在秀場上面 最重要的一個包型 不管是王公貴族 或者是明星藝人都非常的喜歡 像英格麗寶曼啦 伊麗莎白泰勒 甚至於這個戴安娜王妃 都被拍到他們非常喜歡這個竹節包 我手上這個呢 是Gucci的戴安娜的款式 它是一個類似像托特包 我手上的這個是中型的尺寸 首先我必須說我非常喜歡這塊皮的顏色 濃郁的棕色 你會感覺到這塊皮革 可以保證它一定越用越漂亮 不管是你秋天的服裝 或者甚至於到冬天都非常搭配 然後呢這個竹節 這些深色的 它其實是故意做出來 有一點那種你的手去磨過的這種痕跡 容量非常大 很多女生已經開始complaint說 不要再小包 不要再小包 好這個中型的尺寸 我覺得不管是男生或女生都非常的適合 另一個最重要的特色是呢 在每一個的這個竹節包上面呢 都會有一個這個皮革的飾帶 這個是螢光黃 它還有螢光橘跟螢光桃紅三個顏色 然後呢它是像皮帶一樣是可以拆卸 所以如果你是比較正式的場合的時候呢 你可以把這個飾帶拿掉 它就變成一個非常好裝 就是你的13吋的筆電啦 所有的東西都放得下 甚至於你兩天一夜的旅行 它跟著你都非常的棒 手提 好看 它也有肩背帶 這咖啡色真的好美喔 在今年秋冬我們會看到大量的這種濃郁的咖啡色 它也有 這個是mini的版本 那麼中型的顏色比較少 中型的顏色好像就三個 可是mini的顏色應該會有五個 背這種包包的人 你就會很明確的感覺到這個人是很有個性的 我覺得配上一個這樣子的包包 真的很好看 超好看的耶 女生的話應該是可以剛好到你的畫骨左右 其實到了秋冬 你可能會有很多比較深一點的顏色的衣服的話 我覺得一個白色的包包蠻適合的 那麼接下來千呼萬喚重磅回歸的Alexander McQueen McQueen退出台灣市場已經有一陣子了 在今年的5月底的時候 剛好就是疫情要爆發前一刻 他們進駐了台北新天地的A酒館的一樓 你們在看影片的時候 拜託有些時候講的東西你們都要聽好不好 你們不要多用快轉的 然後在留言下面 台灣不是沒有 McQueen嗎 台灣影片裡面就跟你們講了在A酒館 回歸的McQueen他的包包有哪些是值得大家注意的呢 這個包款叫做Curve 這個叫弧度包 那麼這個包款 為什麼會受到這麼大的矚目呢 最重要的是女神全智賢卑他 所以呢 他在韓國在全亞洲其實都非常非常的熱賣 那麼這個包款看似是水桶包 不過因為他做Curve的關係 我的手的位置跟這個包的頂面呈現一個非常漂亮的貼合 不會造成你那個手上面位置的那種尷尬感 他雖然是水桶包 但他不是正圓桶的 他其實是有一點點扁形的很挺 然後呢這個有一點像馬甲的這種做法 然後再加上McQueen很喜歡有動物的元素 昆布昆蟲的元素 歐洲這種經典的東西 像後面這個地方 這個呢就有點類似像蠟風 歐洲信封風風籤的時候 蠟風的效果 然後我們打開來看 你看他是用磁吸的方式做頂蓋 容量其實還蠻大的 我看一下我的巨大手機放得下嗎 可以 所以他可以裝蠻多東西的 你看 那這個Curve包呢 其實除了長的兼杯之外 你也可以透過他這個杯帶的調整 把他變成兼杯 或者是呢 再繞一次 手提 手腕包 喜歡極簡的東西的人 他不會就是跟市面上太多水桶包 太類似 非常有自己的風格 說到有自己的風格 就一定要講到McQueen的這款包了 哇 超有份量的這款包 借環包 一個四指環的概念 你看 你看他當成手包 天吶 也太美了吧 這四顆 都是McQueen有販售過的戒指 因為我自己就有兩顆 我現在手上這個是鱷魚鴨紋 如果以手拿包來講 他的尺寸算是大的了 因為你看我的巨大手機 剛剛好可以放在邊邊的地方 裡面是紅色的 手拿也好 兼杯也好 這包真的超有個性的 超美的 這真的超美的 我記得他有兩個尺寸 我現在手上的這個尺寸 因為他當成手拿包比較方便 所以他這個尺寸是賣最好的 超美的借環包 漂亮喔 好有個性喔 而且他可以當成防身工具 有壞人用包打他 好下一個呢也是 McQueen這兩季非常火的包包 用塗鴉手繪的方式 他除了像我手上這種皮革的包包之外呢 他的帆布或者是男生 都有出一系列的這種手繪 logo的包款 除了包包在衣服上面也都非常受歡迎 那這個包款呢就結合了傳統的車紋的 零格包之外呢 加上手繪的McQueen 以及McQueen很重要的骷髏頭的圖騰 McQueen是一個從英國倫敦出發的品牌 所以這個包款也可以說是像 倫敦的街頭文化致敬 我們都知道龐克的起源就是英國 所以呢 McQueen這個品牌可以說把這種英國的意象 延續最棒的一個品牌 當然還有另外一個品牌就是 師傑Vivian Westwood 這個包可以說是 金McQueen的人的第一個入門款的包包 它是一個有點類似像相機包款 但是再小一點再輕便一點 而且這個包很輕 它的鏈條也不重 所以非常簡單 然後呢 這樣子塗鴉的McQueen的字樣 大家也知道是現在非常流行的 再來就是這一個了 這個叫做The Short Story 短篇故事 這個包款可以說是非常 歐洲意象的包款喔 非常簡潔俐落的 有一點方形梯形的樣子 然後呢 透過皮革的染色的處理 它有一點點 皮革的這種磨過的顏色的染色 非常美 然後這一個灰也非常的漂亮 在把手的部分 McQueen怎麼可能會乖乖的去做 每一個細節呢 你看它把手是金屬 裡面容量超大 你看 有一點現代的這種線條 加上一些未來金屬感的東西 來記錄你每一天生活裡面的點滴 所以叫做The Short Story 接下來呢是這個YSL 這個包這個顏色 如果你有看到 你不滿 一定會後悔 就在本人介紹這個包包的同時 它在台灣賺貨了 這個呢是YSL的Hobo 如果法文的包包的名字 翻譯成英文的話 叫做Happy Hour 其實是一個非常復古的 Hobo包型 那麼為什麼叫Happy Hour呢 因為它的大小 剛好腋下包的這個大小 裡面能夠裝進 你要去跟閨蜜出去玩 去酒吧啦 或者是你要去約會 所有能夠讓你 帶給你開心快樂的時光 這個包包都可以伴隨著你 那麼黑色 因為所有的人入手的第一個包 通常都會是黑色嘛 現在在歐洲非常流行就是 不管你是穿T恤牛仔 或是穿洋裝 帶一個腋下包 你可以用手這樣子 很有個性的夾著 像我穿西裝有腋下包 非常合理 你穿洋裝有腋下包 非常的lady 所以腋下包現在已經變成了 即相機包 手機包之後 一個非常熱門的包款 這個YSL的logo的地方 你看它是用下面的L去勾住 個人希望它能夠出延長袋 就是像那個GUJI的Jackie一樣 想出一個延長袋 這個現在要排隊了 不要說要排隊排隊 那我等等好了 我等等好 等有貨再買 No要排隊就趕快排 那除了黑色之外 其實它還有這個顏色 它有一點點燕麥白 你看搭我今天的衣服 這個白就很漂亮 這個包包呢 在韓國真的是賣翻了 主要是因為它是 Blackpink的Rose代言的 超級熱賣賣到斷貨的YSL的 Happy Hour 它的Hobo包款 再來呢 是這個 這是凱亞包的迷你款 之前的凱亞包 有一點點馬鞍包的形狀 對不對 然後這一次的迷你版 它把它縮減成大概剩下三分之二 也就是它把旁邊的這兩個圓弧消掉 所以呢 看起來會更迷你 它也有一點點像我們在跳蚤市場 你會看到類似這種的復古型的包款 非常漂亮 然後呢 這個系列的包包 它都是用植物去揉製染色的 所以它每一個包包 它的顏色上面 尤其是它的奶茶色 你會發現它好像 那包包上面好像 就會說好像染的不均勻 對 因為它是用植物揉製染色出來 它本身容量也很大 其實你看 今年出的包包都不用擔心 手機放不下 然後呢它肩帶是可以調整 凱亞的這個包包的上面的 這個YSL的logo 真的超美的 再來YSL的這一款包包 這款包的名字叫Manhattan 我之前介紹YSL的包 我都會說 它是一個把低調進行到底的品牌 所以呢 除了我們剛才看到有logo的 Hobo Happy Hour 跟這個凱亞包上面是有logo之外呢 其實YSL一直以來都會有一個系列是 把logo隱藏起來 它要你是最大的logo 我們要看到你的時候 是你的人被凸顯出來 是你懂得搭配 穿的時尚有型 所以呢 其實像法國人 他們也不喜歡太大的logo的包包 所以呢這款可以說是非常非常經典 把低調進行到底的一個YSL包款的代表 你可以想像一個上班族 就是背的這款包 穿著西裝 穿著套裝 然後呢不管是穿粗跟的 或者是高跟鞋 非常精神奕奕的 充滿自信的走在大都會裡面 走在這個城市當中 那如果說你今天的衣服不適合肩背的話呢 你可以把它的背帶藏起來 它是磁吸 這樣子拿起來 它其實也可以變成像這樣子手拿 那麼YSL的這種包款呢 就非常適合這些自我主張 希望包包來滿足自己的整體造型的那一群人 再來 包龍Saga的這個包 它叫做Downtown 我手上的這個應該是中的尺寸吧 它其實小的尺寸有很多很多顏色的選擇 以前的沙漏包都會比較硬比較挺 有些女生會覺得背起來好像比較沒有那麼的自在 那麼這款沙漏包呢 它還是一樣有這個沙漏包 它下圓挺的這個元素 但是上面變得更柔軟 然後容量一樣可以裝很多東西 背面的地方還有一個小的側身的袋子 這個包是很實用的 這個是包龍Saga這一季全新的沙漏包 看完這些包你一定還意猶未盡 還有更多的包包我們在下一集再跟大家講 非常感謝這些品牌的支持 可是更重要的是你們要支持我 所以要訂閱我的頻道 開啟小鈴鐺設定全部提醒喔 凱文小的妹 我們下一個包包的世界再見